而在铁路东夷案抗争中 一位政大地政纪的教授徐世荣 当场怒骂赖清德说比苗栗县长刘正宏还要糟糕 而原因就在于这位教授也参与了大浦案 紧接着台南铁路东夷案 他一样来声援住户 他一针见血地说 赖清德当令委的时候是反对铁路东夷案的 而换了位置换了脑袋 比刘正宏还糟糕 学生下跪大概下跪了十分钟 看着铁路东夷抗争现场的照片 政大教授徐世荣口气无奈又无力 因为这场铁路东夷案件对他来说 师傅无礼又强硬 24号座谈会当天徐世荣到场抗争 破口大骂 我谴责赖清德市场 我唾弃赖清德市场 唾弃台南师傅唾弃赖清德 24号的台南铁路东夷座谈会 抗争人群中这一位就是徐世荣 带领学生声援拆迁户 怒骂痛批或是静坐抗争 你们已经把老人家挡在外面了 亲亲跟一些座位 他们挡很久了 跟拆线户站在同一阵线 抗争场面几乎都有他 不止24号参加铁路东夷座谈会 两个月前的大谱案 他一样站在第一线 两边都是人民 礼平政府 徐世荣感触良多 说话一针见血 台南市政府比苗栗新政府 还不如赖清德 比刘正宏 还要糟糕 前者赖清德 拖起来清德 拿苗栗现长刘正宏 对比赖清德 徐世荣痛批 赖清德可恶在于 明明是立委出身 深知民意的重要性 当上市长反而开民主倒车 用市长权力压榨人民 现在台南市府就是 我硬要你死 但是我又不让你讲话 民进党长久以来 就受到国民党这种 不权力不公平的一个对待 结果今天自己当了市长 自己拥有权力了 却仍然用相同的一个方法 来对待他们的市民 这是我看不起他的地方 只要征收符合程序 倾听居民意见 一切好商量 但学着痛批赖清德 一昧强迫住户接受 分化抹黑 用尽一切不公平对待 居民不服 也唾弃这种父母观 追求台北台南 总统报道